那它在這個長度裡頭 它有N-tons 就是N-渣 它有N-渣 那它帶有電流Si 那要你去求怎麼樣 求在某一點處 它所受到的這個磁場有多大 好那怎麼去解這個題目 我們首先來想一件事情 首先我們說這個 這個所謂螺線管 它這樣轉轉轉轉上去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高度 螺線管的話 最重要的是它轉的那個密度 你們算那個想法就是它轉的密度 好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厚度是比Z 就是這個厚度是比Z 在這樣的厚度內 它到底有多少轉進去 很重要 轉了多少轉 比如說我這麼粗 這麼高的高度 你頭就可能繞了五圈進去 所以等於我電流就有五倍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高厚度會覺得你也電流了多少倍 所以我們就說 假設高度是比Z 那每單位長度的磁數是多少 因為我們定義小N是等於 總圈數除以總長度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單位長度的磁數 或是磁數的密度 所以N乘上比Z 這第一個 那有了總數之後 再乘上呢 它這個每一圈裡頭帶有電流 I就等於這一小段 Z所帶有的電流數目 所以其實有點像這樣子 好的圖 假設有個厚度是這樣子 那我螺線管就這樣轉進去 轉進去 轉進去 好 你看喔 假設這樣的一個case裡頭 我這裡頭總共有多少 有三渣嘛 對不對 不是吃那個三渣 那 所以呢 我在這一段長度裡頭 我總共有的電流是多少 是不是就剛剛有等於3I 對不對 所以這N 這個N DZI 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有3I 這個I0 好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就知道這個小段 就是DZ DZ D內 有多少張 這個舉例啦 好 因此怎麼算呢 一樣喔 今天我們說 我們沿著這個Z方向 這個 這叫Z方向 那Z方向 你看看用剛剛的方法 我們要知道這個抵Z 我們就知道Z方向 為什麼 要求抵Z 要牽從Z方向來 來做維根的方法 所以Z是什麼 Z 就等於A tang 這個C塔角 所以這裡是C塔角 所以Z就等於A乘上 tang的C塔 就是這個高度 第一個 所以抵Z呢 就是A 2平方C塔比C塔 這是抵Z 好 那我們剛剛在這邊呢 我們說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長度內 總電流密度是多少 是N抵ZI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乘上去 就是剛剛A2平方C塔比C塔 就把這個Ni給乘上去 把它乘上去 好 那這個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計算了 喔 B要塞法定律是什麼 不是B要塞法 這個定律是什麼 這個定律是 我們磁場的軸向是什麼 2R三方 就是μIa 那我現在的I是什麼 I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整個就是我們剛剛 算出來的總I數 對不對 所以呢 把它給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所以呢這個整個帶進去之後呢 上面是什麼 上面帶進去之後 就變成什麼 μ0A平方 NiA2平方C塔比C塔 那下面這R呢 R是多長 R其實是這麼長對不對 這個長度是多少 這個長度是A平方跟Z平方嘛 那Z又剛好等於什麼 Z剛好等於A天的C塔 所以Z這裡又行 Z剛好又等於A天的C塔 那1加天的C塔 那1加天的平方等於什麼 3加2被過吧 Second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下面又可以變成Second平方 所以這整個是A平方 Second平方 C棠 那因為這裡有個什麼 2分之3 所以最後變成A三方 Second三方 C棠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A三方 這個A三方就消掉了 這個Second平方消掉 那Second的倒數剛好是什麼 Cosin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給Cosin分之1 那因為它在分合 所以到這邊就變成什麼 直接變Cosin 所以剩下什麼東西 NNu0然後N跟I 對不對 Nu0Ni 然後呢這個倒數在Cosin4 然後這2分之1還留著 就剩下這個東西 就是原來這個公式 B整個就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因為比B是這樣子 所以B去做積分的時候 就得到這個四值 那一樣 Cta由 比如雄大到負雄大 就等於2分之拍到2分之拍 所以E減掉負1 等於2 2就是2消掉 那我們最後就得到B 就等於NuN 這就是螺線管公司的由來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會推螺線管公司吧 螺線管的磁產公司 好沒有問題 先點一下名好不好 這支筆 來游能軒 楊更益 胡國偉 邱志毅 美蘭 陳俊悅 美蘭 段上 什麼 益 段上益是不是 齊 不好意思 劉婷嘉 蔡順羽 羅偉志 吳陽陽 邱群逆 戴傑 林幼章 林幼章 不在 柯俊成 夏拳 劉婷 劉婷 黃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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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浩君 楊瑞恩 毛海強 張智君 呂智序 王柏偉 黃靖元 楊瑞恩 胡秉禹 黃沛奇 黃沛奇 高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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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子琪 李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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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國華 張廷娟 李賀平 再來吼 吳嘉峻 再來 陳穎 林建安 莊嘉珍 再來 吳志偉 再來 陳漢林 楊世芳 再來 郭韻玉 邱麗妍 再來 許又寧 葉秀萱 廖彥祥 張家峰 張友謙 許世穎 張子龍 孔四豪 劉浩偉 朱彥慈 魏旭霍 如志榮 如志榮 現在 黃榮 好 謝謝 那你們自己簽的筆記記得要改啦 不要每個人都簽得一樣 這個到的人數你看 全班只有幾個人沒到 2 3 4 5 6 個人沒到對不對 這剛剪下來 2 4 6 8 15 12 14 16 個人沒到 有8個人的差別對不對 這個幽靈簽名很多 你知道那個簽名以後打算怎麼用 這不到人通常未來很容易怎麼樣變大老闆對不對 班上成績最好的會怎麼樣 會來教書嘛對不對 做研究嘛 這個成績中等的 跟成績最不好的最容易變成大老闆對不對 或是變成名人 所以以後要撿你們這個簽名去賣對不對 不要讓我到時候去賣的時候說 你這個簽名是假的對不對 都是人家帶簽的 根本不是這個人簽的對不對 不要到時候害我被抓去關 偽造簽名好不好 開玩笑了啦 不過我歷屆的簽名大家都有留下來 這個在中原教書教六年 六年的所有人的簽名都沒有 雖然這個簽名是真的還假的啦 我相信可能有三成都是假的 都是同一個人簽的對不對 只是換一支筆而已 左手寫跟右手寫嘛 對不對這個我也以前也做過啦 好這沒有什麼不正大光明 等下合作過 那反正不在了記得去召喚小谷叫他們回來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來看這個安培定律 這個安培定律其實就是怎麼樣 磁場版的高斯定律啦 那 既然高斯可以想要這麼厲害的東西 安培也可以啊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個安培定律呢 他在講些什麼事情呢 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磁場的時候 我們說 因為他磁酸導線 他的磁場是2πr分之μ0i對不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稍微講過了 說這看起來 這個形式如果移動一下 好像跟高斯定律有類似的效果 那事實上沒有錯啦 的確是這個樣子 他移向過去 B乘上2πr 就磁場乘上那個 跟他等距離的這個半徑 這個圓周長 就等於什麼μ0i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想到 這2πr就是什麼 環繞以圓形的這個圓周 講到這條線 我這個圓周 這個圓周 跟他等距離都是r 對不對 這一圈的什麼呢 這一圈的長度就是2πr 那 所以環繞他2πr這個距離的 這個這一圈的長度 乘上什麼呢 乘上 我的磁場 就是在這一 他這個磁場 作用在這一圈上面的這個量子 這B乘2πr 會等於什麼呢 被包在裡面的μ0i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臭豆腹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包遠一點 分包近一點 那紙自然會有大有小 對不對 因為面量還是固定啊 你這個通過電流就這麼大 對不對 你大 這個圈起來是比較大的時候呢 你感受的時候就比較小 因為這是定值啊 跟我們之前講的高磁利率一樣 高磁面很大 你所受到的墊長就很小 所以兩個是異曲融通道 高磁是一個整個包起來的面 這個呢 是一個圈圈 是一個圈圈 意思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可以說一件事情啦 假設這條長摘導線 是流出這個螢幕面的 流出螢幕面的 他說給的磁場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他是這樣環繞的 是這樣環繞的 這樣環繞的 那上面的某一個點 這個點叫p點好了 他所感受到的 磁場大小是多少 你不要管他 真正的路徑是長得這樣亂七八糟 你只要管的是 從他到圓心畫一個什麼 半圓 你只管他到圓心畫一個半圓的 這樣一個半圓大小 包住的電流就是μ0i 你就可以算出這一個點 他的磁場大小 所以你去算這條路徑 其實你在算些什麼東西 算的是 譬如說我跑到這邊 這邊是不是可以包出 一個另外一個大圓 對不對 另外一個大圓 不是那個大圓 那個大圓 反正就是一圈嘛 對不對 一個大圈 每一點都是一個大圈 那個R一直在變 每一點都是一個大圈 好 所以這個大圈 他所受到的這個磁力是怎麼樣 雖然說我們說 這個點他所受到的磁力 是這樣包起來這個大圈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這個物體 他移動方向是往這個方向 所以他感受到的磁力 並不是這個方向 而是這個圈的這個什麼 切線方向 所以呢 所以我們說可以說 今天我們這個磁場 其實應該是什麼 這個長度叫DL 那他感受到的磁力方向 是這個方向 所以是DL乘上什麼 磁力呢 乘上cosθ 就是說我的磁場是這樣子 那我真正投影在 你也前進的方向上的磁力是 我畫三角形畫一下 這樣子 就是三角形 所以我真正投影在這上面的磁力 只有這麼長而已 所以B乘上cosθ 是不是就只有這個長 就是Bcosθ 所以真正投影上就是Bcosθ 然後沿著什麼 L這個方向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原來這邊的這個磁場 其實可以寫成BDL BDL 那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DL 如果我們把它去記憶圈 考記憶圈 不管你這樣用正元去包 或是這個方向去包 都無所謂 你本來我們假設這個 用等距離去包的話 你一定知道他原作很二拍 對不對 假設你不是用等元去包呢 你就必須要記這樣一圈的DL 全部把它記起來 那不管怎樣記起來呢 他還是圍了多少電流 沒有領埃 所以 如果說是等元 這BDL就是二拍 二拍R 如果不是等元 就只能記這條路徑 所以這就是所謂安排定律 就是我的磁場沿著這個DL去做積分 這個 激出來的這個環繞的這條線 他所感受到的磁場 就是他包圍起來 變流沿上μ0.0.0 這就是我們的安排定律 好 那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下課